锁定台是晚间新闻 疫情爆发之后 不少产业都受到冲击 需要靠政府的纾困才能够撑下去 但是电子商务却是逆势成长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出门 纷纷改到网路上来买东西 南韩最大电商平台 现在每一天接到的订单 要比疫情爆发前增加了100多万笔 除了生鲜跟牛奶等生活必需品之外 居家工作设备的需求量也是大幅攀升 很多人为了防疫待在家 意外待望宅经济 南韩最大电商平台 疫情爆发以来 每天的订单从200万笔 暴增到330万笔 因为大家出不了门 纷纷改在线上采购 简单操作电脑手机 需要的东西不到一天就能送上门 外送员亲自到辅 还不忘遵守社交距离 将包裹放在门口 再拍照通知到货 服务非常到位 你感觉像一个英雄吗 是的 是的 其实疫情爆发前 南韩电商产业就很发达 光是2019年 全国就送出27亿个包裹 这可得归功南韩网路普及 有九成人口使用智慧型手机 虽然有人认为随着南韩疫情退烧 电商不久后也会开始走下坡 但不可否认电商确实让南韩人的防疫生活 没那么难熬 王一为编译